首先想请你介绍一下持有日本房地产和套期保值为美元的资产组合是否合理 我总体感觉的就是说日本房地产市场出租率是还不错 但是日元贬值的风险就是怎么规避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日本房地产的涨幅它其实是随着这波全球央行的宽松上涨而上涨的 未来发达国家的楼市我觉得也会回落 不管是加拿大的澳大利亚的还是美国的都会有一波回落 所以说日本房地产是不是未来也会有一波回落 我觉得这个也要考虑到 最近通缩繁荣提出来的 说是结构性繁荣将取代周期性繁荣 对资本市场上的金融投资人来说 需要以通胀为核心的周期思维做出根本性改变 只有树立以利率为核心的结构性思维 才是适应新形势下时代发展的新投资视角 蒙面君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就是纯属造词 就是造一些让人看得好像挺亮眼的词 什么通缩繁荣 什么利率为核心的结构性思维 其实这个说来很简单 就是你过去的这种所谓通胀的思维 那是建立在经济持续繁荣的基础上 而且债务可以不断扩张的基础上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拐点 整个可能不光是中国 全球市场包括整个 全球市场来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 就是目前我们这种 这种以债务攀升不断透支未来的这种模式 它可能来到了一个拐点和转折点 也就是我常讲的长债务周期的拐点 那这种长债务周期拐点必然面临着调整 这种调整必然有痛苦的初心 痛苦的这种 这种经济周期的这种调整 所以说这个没办法 所以说就体现为一种偏通缩 或者说是企业居民会有压力的这么一种状态 这个其实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一个造词 就是因为过往 之前不是有本书的名字吗 就是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 其实这个繁荣就是因为透支的太多未来 而导致的这种繁荣 带来的这种繁荣 所以我觉得也不用那么复杂 理解这个也不用那么复杂 就是说债务周期究竟出清到什么程度 然后以哪些金融机构的重组 或者是破产出清为标志 包括和债务和GDP的比例回调到什么程度 然后才能重启新的下一轮的增长周期 我觉得主要是这么一个逻辑 当然你从利率角度看也是可以的 整个经济下行本身就和利率是相匹配的 长短国债收益率它就会下行 所以所谓的新投资视角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在这种出清的过程中 然后债务不断暴累的过程中 经济下行的过程中 就是以保存实力为主 以活下去为主 其实所谓新投资视角 不就是这么几个字吗 就是活下去吗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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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